大家好 我是小霞 现在由我来插播一条突发新闻 昨天夜里 本市繁华主干道上 一辆小轿车横冲直撞 显得格外疯狂 据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 驾驶车辆的男子正是大名鼎鼎的毕志飞 此前 毕志飞因为导演拍摄了《竹梦》演艺圈 2.1分的历史性突破 被人民群众誉为国产电影的底线 一时间风光无限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毕志飞变得如此疯狂 如此痛苦呢 后来本台记者在医院有幸采访了毕志飞本人 请听来自于现场的报道 叫毕志飞 原本是国产电影最烂纪录的保持者 但昨天有一部名叫爱情公寓的电影上映了 短短一天时间不到 评分就降到了2.5分 像我的竹梦演艺圈发起了有力的冲击 眼看着我这烂片之王这个地位不保 所以我就急了 于是我就买了一张爱情公寓的电影票 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烂片 能够超越我毕生的心血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当我看到什么无邪啊胖子啊 以及张启麟出现在荧幕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我 我毕志飞 数得幸福克服 毕竟你们说我电影了 但是你们不懂欣赏 可是爱情公寓挂羊头卖狗肉 简直就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消费诈骗啊 这是啊 凭什么这种骗子啊 给两天赚到4亿票房 我 我 我不 好 前方报道就是这样 好 小夏接下来和大家聊聊 爱情公寓 这爱情公寓 涉嫌欺诈消费者的来龙去脉 故事要从我看到爱超公寓 是爱情公寓大电影的预告片说起 作为一个培育十年的IP 爱情公寓系列情景剧 四季一共八十多集 几乎所有90后 甚至包括装嫩的80后 都是他的忠实拥顿 按道理说 改编电影割韭菜 是一件值得大肆宣扬的事情 可奇怪的是 片方在电影上映前 只拿出一个30秒的预告片 并且眉头眉尾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是在玩饥饿营销吗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当我坐进电影院 用生命看了十分钟的盗墓笔记后 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爱情公寓大电影 不敢放预告片 不敢写剧情简介 甚至连演员表都不敢写 因为这部打着情怀大旗的圈前电影 他们从头到尾 就是一场诈骗 控制一下情绪 很多人看着刘天左那张圆脸 发出了同样的疑问 这不是和李一凤在一起 那个死胖子吗 就在大家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 多亏了检票员 在旁边大声疾呼 这就是爱情公寓啊 大家坐下 大家没有走错电影院 好吧 既然没有画面 小夏就东拼西搜和大家说说 这个电影版拼多多 爱情公寓的故事吧 能就一个是一个啊 话说在一大段 盗墓笔记的开篇之后 以曾小贤为首的爱情公寓 租客们终于出现在了镜头里 曾小贤告诉大家 刚才那些都是自己的噩梦 因为他们的王牌栏目 你的月亮 我的心 要被盗墓笔记广播剧取代了 就在曾小贤和并不存在的粉丝 挥泪告别的时候 他被胡一飞叫去参加了 主角光环升级大会 大会现场 我们见到了盗墓笔记的三位主角 吴邪 胖子 以及张启玲 曾小贤因为主角等级被评为地减 遭人鄙视后心怀不满 所以就撑乱调换了光环升级装备 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手提箱 这一患搞出了大事情 吴邪带上山寨光环后 真的变成了天真吴邪的傻子 而曾小贤 他们却乱入了盗墓笔记的故事主线 你想要看在房间里 嬉笑怒骂的爱情公寓 做梦去吧 接下来 你将欣赏到的 就是以吴邪为主角 曾小贤他们来客串的 搞笑版盗墓笔记 一句话概括后面的剧情就是 爱情公寓这帮租客 在一路疯疯癫癫的冒险中 挫败了吴邪二大爷 想要开启云顶天宫的阴谋 曾小贤更是奋不顾身的 跳入南派三叔的脑洞 填平了盗墓笔记的万年大坑 最后盗墓笔记继续 爱情公寓依旧 两个平心世界恢复了和平 说句公道话 本篇故事虽然是烂到 无力吐槽了已经 但是特效却做的还算可以 甚至你还能看到 各种好莱坞大片的影子 比如神似黑客帝国的 绝地二号机甲 以及杂柔了头号玩家 和侏罗纪世界两者的 绝地一号滚地球 但导演伟正也是文化影 是不是 你能说他抄袭吗 他会反驳说 这叫借鉴和致敬 都是老油子了 这叫理由不会找啊 再说了 当年爱情公寓中出现的 大量老友记 和老爸老妈浪漫史的桥段 那也不叫抄袭 那叫文化下乡 毕竟当时能够接触 并欣赏美剧的观众 还是少数 伟正 汪远 这样的人 虽然不生产喜剧 但好歹也是喜剧的 大自然搬运工啊 咱们退一万步 就算两个小时的故事里 我会被几个段子 逗得笑出几声 但是也改变不了 小侠我呼吁 抵制爱情公寓大电影的决心 因为爱情公寓这部电影 从导演到编剧 以及演员 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他们知道这年头 粉丝可以用来收割 情怀可以用来圈钱 他们也知道 爱情公寓是无数人 曾经的青春回忆 也是无数人的多年期待 可是他们却选择用了 盗墓笔记同人小说的形式 去浑水摸鱼 他们知道 这样一个烂故事的真相 一旦曝光 会失去很多票房 所以他们隐瞒 他们知道 王传军金世佳的此演 其实是一个演员 正确价值观的选择 所以他们诋毁 并道德绑架 对于那些 明知爱情公寓抄袭 却依旧爱得深沉的 那批观众 小侠想说 醒醒吧 佛系的都快升天的粉丝们 你以为情怀 是你们人生当中 最可贵的东西之一 可他们呢 端上一盆屎 来糊你的眼睛啊 把你的青春交给我吧 哈哈哈哈